其實真的沒有幾行 有沒有 就是兩個步驟啦 一個步驟就是把 所有輸出的資料串在一起 第二步就是說 再利用那個什麼 檔案物件裡面的write的方法 把它寫出去 不外乎就是這兩個東西 那這個兩個東西 其實將來程式用到的機會也蠻大 這第一個嘛 這第二個 怎麼串 其實這個也沒什麼訣竅 反正就是說我先產生一個空的字串 然後我將來只要有產生新的資料 我就把它串在裡面去 大概就這樣子 OK 寫的方法就是中間 s自己本身 再串後面的資料 不過呢 當然這個寫法就有點像VBA的寫法 VBA大部分可以寫s等於s加 當然如果你假設在Java 在Java或者在Python裡面 其實你可以寫成怎樣 寫成 這個地方好像前面有一個 你可以把它改成加等於 如果你寫成加等於 這個地方 結果也會是對的 OK 所以兩個寫法 我是建議你就記一個 其實說真的你記那麼多 倒不如就是記一個你自己習慣的寫法 OK 比如說你有在寫VBA的話 我是建議你乾脆就記這樣 s等於s自己本身再加上它 那它的敘述方法就是 把後面的這個過程做完之後 把它存到前面去的意思 所以它就是先串 串完之後再串 所以最後得到的結果 就是我們串完的所有的資料 通通通會放在s裡面 所以第一步 那第二步的話呢 就是把它寫出去 存成一個檔案 檔案名稱就是這一個 其實差別在這裡 改一個名稱 改一個write 然後再write 這個東西 就大功告成 另外的話當然 你檔名 副檔名其實也不見得一定要叫tst 我剛剛講過 如果你要跟 這個excel 做什麼呢 協同應用的話 那也許你可以不要用tst的檔名 你可以改成csv OK 改成csv 如果你改成csv 我把它存檔 那你把它執行看看 這個OK 然後呢 在根目的底下 就會多一個什麼 我把它重新整理 這邊就會多一個什麼 member底線rpt 有沒有 點csv 那你會發現呢 如果是csv的話 他會直接什麼 呼叫什麼呢 這個excel幫你開 所以如果你假設 存成csv給人家的話 他收到之後呢 打開來 就會用excel去開 不過呢 會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也是蠻常遇到的問題 什麼問題呢 就是 他打開之後呢 會是什麼 亂碼 你想說老師 這亂碼怎麼辦呢 這個是非常 容易見到的 那問題出在哪裡 這個我好像前面有跟各位講過 因為問題應該就是 分成什麼呢 就是 微軟陣營跟 非微軟陣營 非微軟陣營都用utf8 那微軟就用ansi 所以你們有沒有發現 我們剛剛呢 為什麼出錯呢 其實最主要的原因 是因為 我這邊多加了一個敘述 叫encoding 等於utf8 也就是說呢 如果我加了這個敘述的話 那我把 產生的csv檔 給那個微軟的環境用 那就會亂嘛 可是如果你給那個像蘋果的 或者給google的 那就ok 沒有問題 因為他就是支援utf8 所以喔 如果你今天是給sale用的話 記得喔 一定要把後面 豆點encoding這個 把它delete掉 如果沒有把它delete掉喔 你存檔一定會出錯 所以我把它delete掉之後 執行一下 那他因為是w模式 所以他會蓋過去 那蓋過去之後呢 我重新開啟喔 我只有把 encoding等於utf8 刪掉而已喔 其他什麼事都沒做喔 打開看一下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喔 他開起來了 就沒有亂碼問題啦 ok就是這樣而已啦 其實最大的原因是因為喔 微軟本身跟另外一個陣營是不相容的 所以以後呢 你只要看到亂碼 反正你就把它改成ansi 就ok了 大部分的問題都一任而解啦 其實也沒有什麼太複雜的 也就是你從網路上下載一些檔案 如果開起來亂碼 沒問題 你把它另存新檔 存成不是utf8 理論上就ok了 大概跟各位講一下 這個補充一下這個常遇到的問題 這第一個 那第二個的話呢 待會的話我們要來做一個練習 這練習我覺得還蠻實用的 首先的話第一個 請各位先幫我去下載一個練習檔 這個練習檔呢在雲端白板上面 所以啊待會請各位到那個雲端上面 雲端還記得吧 請各位呢 連到我們雲端上面的這個什麼呢 範例檔 全程郵局地址按右鍵 幫我下載 那下載之後的話呢 因為它是一個壓縮檔 所以呢請各位呢 幫我把這個檔 我是建議把它放在低疊底下 把它剪下來 剪下來之後放在低疊 那因為我剛剛已經把它剪下 放過來了 放在這裡 然後呢請各位按右鍵 解壓縮 如果你電腦裡面有7Z IP的話 那你就用這個啦 就用解壓縮字詞 記得不要用解壓縮字 又多一個目錄 不然如果你用下面這個的話 它會變成兩重目錄 所以解壓縮字詞就可以 那解出來 因為我剛剛已經解過了 如果你沒有7Z的話 你可能用什麼 用那個 傳送好像有一個什麼 解壓縮 反正就把它解出來就對了 解出來之後確定一件事情 就是在這個目錄裡面 就會有全省郵局的地址 那檔案的話總共25個 各位可以看到這邊有25個檔 然後第一個是三重 中立 一直到豐原 那我們的需求是這樣 因為呢 工作裡面常會遇到就是說 是25個檔案 當然分開 我比較獨立可以看 可是問題如果剛好工作上需要什麼 我要把它全部合併在一起 那以前的做法什麼 合併什麼合併 可能就是先開一個空白的 那比如說 開一個空白的檔案 對齁 然後就開啟三重 然後什麼 Ctrl-A C C 有沒有 然後呢 Ctrl-V 貼上 然後 Enter兩下好了 換下一個 三重完之後的話 換中立 再什麼 打開 Ctrl-A 然後呢 Ctrl-C 然後在這邊把它 Ctrl-V 貼上 可是如果你每天都要做一次的話 那很浪費時間嗎 而且25個檔 雖然不多啦 但是每天都要做一次 其實滿浪費時間 那假如說 因為工作裡面常常會 從外部的系統 產生大量的檔案 那其實經常會遇到檔案需要分割跟合併的問題 需求 所以假如說我們今天有一個需求 就是 我希望可以幫我把什麼 把這個全省郵局地址25個檔案 可以快速合併 在低疊底下 幫我產生一個叫O.TST 就把這25個檔三重 然後下一個就中立 下一個就是南投好了 OK 也就是把25個檔全部合併 並且存到低疊底下的O.TST 那這個地方 程式該如何撰寫 其實我demo一下給給給給看 其實如果用Python來寫的話 程式其實還滿簡單的 這個是最後的結果 其實只需要什麼 開檔 寫檔 這是開檔 這是寫檔 可以看一下 就是開一個寫 寫絞的話就保 flight 寫到那個LL.TST 裡面去 然後最後就合併完成了 所以我把剛剛 meiner прошphen pueda donors 這個是已經OK的 把它執行 合併完成了 你到D碟就可以看到all.tst了 打開 這個就25個檔案合併的結果了 OK 怎麼做 細節待會我們再來看一下 所以第一個請各位先幫我把 全省郵局地址解壓縮到D碟好了 待會我們再來看怎麼寫 其實程式不多 你會發現就九行而已 裡面可能比較重要的就會多用到一個 外部的套件 叫OS 裡面有個方法叫Walk Walk 走路 其實它意思就是瀏覽的意思 幫我把某個目錄裡面 所有的黨名跟副黨名通通都抓出來 OK 那請各位也許先試試看 待會我們再來看一下如何做合併的動作